感謝主弟兄姊妹為著進入要來的冬季訓練 講到歷代誌、以斯拉記、尼西米記跟以斯鐵記 想先跟弟兄姊妹分享以色聯貝魯還有貝魯歸回的一些時代背景 我們如果對於這個時代背景能夠有一些的了解 我們再來進入這幾卷書就更容易領受裡面的負擔 那關於這幾卷書呢首先我們先大略的看一下他的幾卷書彼此的關係 要講到以色列人的貝魯就需要多少提到這個但一禮書 因為在但一禮書裡就說到了那一位和以色列人貝魯很重要的一位國王就是尼布賈尼撒 那在但一禮書裡面也有提到馬代人大利烏還有也有提到這個古列 所以但一禮書我們需要簡單的提一下 那講完但一禮書之後呢會看到以色拉記 在以色拉記的記載中其中包含了這個以色鐵記 然後呢也包含了小聖言者書的哈蓋書跟撒加利亞書 接著以色拉記後面就是尼西米記 那其中呢也同時包含了馬拉記書 所以這個在聖經舊約裡面歷史書的最後三卷 以色拉、尼西米跟以色鐵 還有小聖言者書的最後三卷 哈蓋、撒加利亞跟馬拉基 這幾件書相對的時間還有相對的位置大概是這樣 那開頭我們還是把這幾件書的主題 我們先稍微提一下 以色拉記的主題是以色列人從貝魯中歸回 重建神的殿 開始神選民中間造著神的金輪 為著神在地上見證的恢復 所以有幾個字很重要 第一個重建 重建什麼呢?神的殿 他是為著見證的恢復 再來尼西米記的主題是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繼續神選民中間他見證的恢復 所以在以色拉記他建造了神的殿 就使得這個見證得出恢復了 當然尼西米記是建造城牆 要叫這個見證的恢復能夠繼續下去 來完成神的經倫 再來以色鐵記呢 就是檢選以色列人做選民的這位神 在他們被掳到外邦列國中的期間 對他們成了隱藏的神 秘密的照顧他們 並在隱密中公開的拯救他們 好 那接下來要進到這個整個時代背景的之前 想先跟尼西米記的幾處經節 第一處是尼西米記的八章二節 那你說 7月初一日 祭司以色拉將律法書帶到男女會眾 並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對於神的話 我們首先盼望我們要是那一班 聽了能明白的人 但不僅是這樣 在八章的九節更說 除了尼西米和做祭司的經學家以色拉之外 還有一班幫助百姓明白的人 這班人在以色拉念律法書的時候呢 他們就在那裡幫忙解釋 翻譯幫助百姓能夠更領會以色拉所念的 我們盼望我們也成為這樣的一班人 不僅我們自己聽了能明白 我們更要成為能夠幫助人明白的人 那要成為這樣的人 我們就必須對於神的話 有一種可慕 盼望能夠深入探究 所以八章十三節那裡說 次日眾名宗詛咒的首領 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經學家以色拉那裡 要深入領略律法書上的話 對於這一班服侍的人 他們不僅要聽了能明白 他們更要深入領略 這個需要成為我們裡面的渴望 對於神的話我們要深入的領略 後面所要分享的內容 盼望弟兄姊妹我們都能夠自己花一點時間去整理 特別是青年的弟兄姊妹 在你們現在年輕比較有時間 如果能夠對於就約這些事實的背景 有一點的了解 會更幫助我們進入就約的內容 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在很多年前 就已經整理過這幾卷書的時代背景 這也是我等一下會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 大概就整理過這些的年表 弟兄姊妹應該可以看得到 那重點是 就是盼望我們能夠更花時間來深入真理 花時間來明白主的話 好 那接下來呢就要開始分享這整個的時代背景 要講到以色列人的貝魯 就需要了解一個帝國就是巴比倫帝國 以及尼布賈尼撒 那在聖經裡面講的這位尼布賈尼撒呢 他是新巴比倫帝國的國王 他是尼布賈尼撒二世 新巴比倫帝國的開國君主不是他 是他的父親 那這個新巴比倫帝國既然有新就有舊啊 就是古巴比倫帝國 那尼布賈尼撒一世呢 是古巴比倫帝國第四王朝的國王 他在位的期間是比起聖經裡面所說的 這位尼布賈尼撒是找得多 所以他們兩個呢 時代相差非常的遠 他們也沒有血緣的關係 好這個是稍微有一點的了解 那尼布賈尼撒呢 總共三次來攻打耶路撒冷 那這三次攻打以外還有一些的記載 還有記載在彈以理書裡 你們可以在這個自己去讀 那關於這三次的攻打呢 首先第一次是在這個約雅禁在位的第三年 他來圍困聖城 將約雅禁還有殿裡的器皿都掘去了 那在這一次的攻打裡呢 彈以理和他的三個同伴就被掘到了巴比倫去 然後約雅禁的兒子約雅禁就接續他繼續做亡 那這個約雅禁呢 因為他行神眼中看為二的事 所以他沒有做亡很久 他只做亡三個月零十天 那尼布賈尼撒呢就第二次的來攻打耶路撒冷 在次年他就把約雅禁還有殿裡的器皿就帶到了巴比倫 那在這第二次的攻打裡呢 這個尼布賈尼撒也把一些很多的人民 眾首領 勇士 工匠還有鐵匠都掘去 就基本上百姓裡面這些有用的他都把他掘走了 只留下了一些窮人就是他看不上眼的 才繼續這個留在這個耶路撒冷 在第二次的攻打呢 以西節就被掘了 所以這以西節書就是在講到這一段 以西節他所看到的異象 他被掘到了巴比倫在加巴魯河邊 那這次的被掘呢 之後西底加就被立為在耶路撒冷那裡做王 那再來第三次攻打呢 是在第九年的十月 這個聖城被巴比倫圍困至十一年 所以這個尼布賈尼撒第三次來的時候 他圍城就圍城了兩年 那他圍城就是斷了這個城 對外所有的這個物資啊 還有一些的往來 所以他就被圍 那到了十一年的四月呢 聖城就被攻破 西底加的重子被殺 然後西底加他的眼睛被挖 被帶到巴比倫囚禁盡之死 然後到了五月呢 耶路撒冷的殿 攻並房屋被焚燒 然後頂布賈尼撒就立了基大利 來管理耶路撒冷這一帶 那七月 基大利他被以色列王室的後裔 以斯瑪利所殺 那所有的漁民呢 就逃往埃及 這個時候耶利米就被迫捅去 所以其實在這裡講到 這個五月 墊工還有房屋被焚燒的時候 耶利米他是在耶路撒冷的 所以他才寫那個耶利米哀戈 他在耶路撒冷旁邊的小山上 看著這個神的殿 公還有這個城被毀 被焚燒 那最後耶利米他被迫 被帶到了埃及 這個是關於以色列貝魯的 一點簡單的背景 好那接著呢 在尼布賈里薩做王之後呢 就有一位他的兒子 就是以為米羅達 在王下有記載 當他在位的時候 他就使約雅金抬頭 意思就是他把約雅金 從監獄裡面放出來 並且高抬他 超過巴比倫的眾王 這個有記載在王下 那他登記兩年後呢 這個宮廷叛變 他被刺殺 那尼布賈尼薩王的女婿 就是尼賈沙利薛 就寄人 這個名字在聖經裡面有沒有提到呢 有 在耶利米書的39章3節 那裡就有說到 巴比倫王的眾首領 就是尼賈沙利薛 然後三賈尼波等等 所以這個名字在聖經中有提到的 他是尼布賈尼薩的女婿 他就接續了這個一位米羅達來做王 那過了四年之後 他離世 那尼布賈尼薩的另外一個女婿 叫做拿波尼杜 就篡位 殺了尼賈沙利薛的兒子 就成了巴比倫的最後一位國王 那丁龍子妹可能會想說 最後一個國王不是伯莎薩嗎 那這個拿波尼杜他是誰呢 他是伯莎薩的父親 他在位的期間 因為在當時王權跟神廟之間有一點的矛盾 所以呢 他的一些的行為就導致他離開了首都 那他的兒子伯莎薩就設政 那這件事也有在聖經裡面說到 是在彈禮禮書五章一節的注意 那也就是說 拿波尼杜之子 就是伯莎薩 在他之下 做巴比倫的統治者 所以他等於是跟他的這個父親 他是社政王 然後在那裡統治巴比倫 那我們就知道在彈禮禮書的五章 大家比較熟的就是因著他荒淫放蕩 甚至拿這個從殿裡滷來的器皿 來飲酒作樂 所以神就拆了一隻手 這個在牆上寫字 那寫字的內容 意思就是他的國要被分裂 而且這個巴比倫帝國要亡國 那這個寫完了之後呢 就的確應驗了 這個波士人就崛起 馬代人大利物就率軍入侵 巴比倫就亡國 這個記載在彈禮書的五章三十到三十一節 所以接下來呢 這個巴比倫帝國被滅了之後 這個後面接著的就是馬代博士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馬代人大利物 請丁子們要記得這個稱呼 馬代人大利物跟我們後面說的大利物 不是同一個人 在聖經裡面也有特別說 他是馬代人大利物 他在位的時候呢 在彈禮禮書裡面 彈禮禮就看見了異象 關於七十個七的異象 那也在他在位的時候發生 彈禮禮因著禱告被丟到獅子坑中 但是他卻勝過那些禁止得勝者 忠信敬拜神的軌跡 這個我們在進入彈禮禮書的時候都知道 那就是發生在馬代人大利物的這個期間 那馬代人大利物之後 然後接著的就是波斯王古列 就開始了古列的元年 神就激動了古列 那也就是從這個記載呢 以斯拉記就是開始於古列的元年 神激動他 然後讓他起來允許以色列人來重建神的殿 那這個古列的興起 其實在聖經中也有說到 這個古列呢 他是波斯帝國的這個遞造者 馬代人大利物滅了巴比倫 但是按照彈禮禮的八章 這個宮綿羊就是波斯有兩個腳 後期的腳要高過前面的腳 這個後期的腳指的就是古列 他要更強盛 所以他就在兩年後就興起掌權 這個是關於古列 好所以我們進到了以斯拉記 以斯拉記就說到古列的元年 古列他被激動 他就下詔 允許以色列人重新回去建造神的殿 那就由索羅巴伯帶領第一次的歸回 那在同年的七月呢 這個索羅巴伯和以色列人 他們就重建了神的壇 並且他們在壇上就有獻上的凡祭 然後他們守住彭節 在第二年的二月 他們回去之後就開工建造 然後就立了殿的根基 在立殿的根基的時候 那些曾經看過殿的老年人 他們就痛哭 青年人就歡呼 這是在古列的第二年的二月 他們建造並且立了殿的根基 那這個古列王之後 有兩個君王 但在聖記裡面沒有特別的去記載他們 所以我們就簡單的帶過 就是在這邊的註解 就是古列的兒子 他因著在戰狀中突然死亡 然後他的侍衛就繼任了 就是大利烏一世 聖記裡面沒有提到這個人 那聖記裡面有繼續提的是後面 就是亞哈水魯 大利烏一世之後 這個亞哈水魯就繼位 在他登基的時候 這記載在以斯拉記的四章 反對者就寫訴狀來控告猶大人 然後呢 接下來到了他第三年 王后因為不肯赴王的宴席而被廢 那從這裡開始就是以斯鐵記的記載 在以斯拉記裡面提到亞哈水魯 只是就是在一節經節就帶過了 就是說他登基的時候 有反對者寫訴狀來控告猶大人 那在他在位期間所發生的其他事件 特別很重要的事就是 這個猶大人差點被滅族 這個是被記載在以斯鐵記 在第三年他的王后瓦斯提 因為不肯赴王的宴席就被廢掉 然後呢到了第七年的十月 以斯鐵她被立為王后 那十二年的正月呢 就是這個仇敵哈曼 她就設謀想要滅絕整個猶大人 到了二月到三月呢 這個自營的神公開的來拯救猶大人 就藉著王后以斯鐵在王面前所說的話 王就下令允許以色列人 他們能夠拿起兵器來抵擋 神就公開的來拯救他們 那哈曼呢也因著這個緣故 所以本來他要害人的 要害這個莫迪改 反而到最後呢是害了他自己 神公開的拯救了他們 這個是記載在以斯鐵記 好 那在這個亞哈水魯之後呢 就另外一個王叫做亞達薛西 在亞達薛西 這裡的亞達薛西是亞達薛西一世 當他在位的時候 反對者就寫奏章控告他們 就在以斯拉記的四章七節記載 然後呢亞達薛西就出令庭宮 因為這些反對者就告訴國王說 等他們把這個神的殿啊 把他們的城建造好之後 他們就不會再向你進攻了等等 用很多的話來控告以色列人 所以亞達薛西就出令庭宮 反對者呢就用武力來強迫 以色列人把宮廷下 那聖經裡面就接著說 直庭到波斯王大利屋的第二年 好所以這裡講的大利屋就跟前面講的 馬丹人大利屋並不是同一位喔 大利屋的二世 第二年哈蓋和撒加利亞就起來聖言 這個哈蓋跟撒加利亞特別聖言是鼓勵誰呢 鼓勵神長索羅巴伯還有大祭司約束亞 所以呢因著聖言者的鼓勵 索羅巴伯和約束亞就起來再建造神的殿 這記載在以色拉記的五章二節 那哈蓋所說的內容就是哈蓋書 撒加利亞所說的內容就是撒加利亞書 這裡我們特別備註一下 在那兩卷書裡面都有提到 在不同的月份哈蓋他們說了什麼話 所以哈蓋是在當年的六月七月九月 這個像索羅巴伯還有約束亞聲言 然後撒加利亞呢是在八月跟十一月 向索羅巴伯和約束亞聲言 因著他們的聲言這個軍王的職份 跟祭司的職份就得著了加強 所以他們兩個人就起來 重新的來繼續建造神的殿 那當他們起來建造的時候 就有人問說你們怎麼可以開始建造呢 他們就回答說是這個以前的軍王 古列他允許我們建造的 所以大利物就命人在存放巴比倫寶物的地方來尋找點擊 那後來的確找到了這個記錄 經確認之後他就下旨 允許以色列人他們繼續重建 這個是在以色拉記的六章一到十二節那裡所說的 那到了第六年的亞達月初三殿就建造完成了 然後這個建造完成之後 他們就為殿行了奉獻之禮 接著在第七年的正月十四日 就是隔年勝利的隔年就守逾越節還有除教節 這個聖殿重新得著建造 以色列人就恢復了這個他們的節期 在神的面前守逾越節跟除教節 然後呢到了亞達學西二世的第七年 以色拉的記載就開始了 所以特別留意這個 在經文裡面有特別提到亞達學西這個名字 所以在大利屋做王的時候的第七年 他們守逾越節還有除教節 跟下面一個章節裡面講到的第七年 不是同一個時間那已經是不同王了 就是在大利屋二世之後 亞達學西二世做王的第七年 以色拉就這個人物就進來了 好那以色拉進來之後呢就是第七年的正月 他就帶領了第二波的歸回 他在這個初一的時候就準備離開巴比倫 然後呢在正月的十二日他就動身 那到了五月經過了四個月他抵達了耶路撒冷 然後九月呢這個歸回之人他需要脫離外邦妻子的玷污 因為他們發現了在在百姓的中間特別是首領他們取了外邦的妻子 所以就帶進了玷污這個與神所吩咐的不同 那他們就做了清理 然後在二十日呢就宣告 由首領代表來辦理這件事 這個在以色拉記的第十章 十月呢他們開始清查所有取外邦妻子的人 那到了這個第八年的正月就是隔年的正月 清查大概兩個多月之後才查出了所有取外邦女子之人 有哪些人然後就開始辦理這個捷徑的事宜 那這個以色拉記大概就是記載到這邊的這一段 接下來呢後面就是尼西米記 同樣也是亞達學西在位的時候 第二十年的基斯流月 尼西米他得知歸回的那一班人受辱 城牆被拆城門這個被焚 好所以尼西米記跟以色拉記他的記載 就從第八年就直接跳到了這個第二十年相差大概十二年左右 好那在尼三月呢這個王就下詔 好派尼西米這個做尤大帝的生長 而且提供他材料讓尼西米回去重建城牆 好那這段我們如果去讀經文我們就會發現 尼西米他真的是非常進取的人喔 他一直的向王這個爭取 這個一些事我們覺得他實在是放膽 好那王也應與他給他下了詔書 讓他可以在他要回去的各個省份 要通過的時候不受阻礙 也把材料都供給他 好這個是尼西米記 那同樣經過四個月 他抵達了耶路撒冷 他抵達之後 尼西米就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時候 就先在夜間去尋釋整個耶路撒冷這個損壞的情形 好同年也就是還是第二十年 他們就要起來重建神的城牆 那他們重建的時候仇敵就赤笑他們 也藐視他們 甚至同謀要來攻擊他們 那尼西米他不畏懼 他也鼓勵眾人 他自己也做榜樣 做什麼呢 他們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他們邊建造 邊這個抵擋仇敵 與仇敵爭戰 接著呢他也解決內部的問題 就是這個貴咒和官長 向百姓索取利息 這在五章 那尼西米就責勸他們並且做榜樣 他們就勸這些貴咒和官長 就說這個我們的弟兄已經是被賣了 我們好不容易把他們贖回 那你們跟他們收取這些利息 不是又像把他們賣了一樣嗎 那這個尼西米他自己就做榜樣 他十二年就不吃這個神長的所領的那個俸禄 反而他還供給很多的人他們的這個吃喝 所以他自己做了榜樣 他不向人收取利息 甚至他還把他自己所有的 向著神的百姓傾倒 那在建造的過程中仇敵還有進一步的破壞 就是他們這個設計要謀害尼西米 就想要把尼西米邀到一個地方 很有禮貌的邀請他 但尼西米當然知道這個有問題嘛 尼西米就拒絕了 那這招行不通 他們就污衊控告尼西米 就控告他是要自立為王 那尼西米也直接這個誓破他們的軌跡 直接就說根本沒有這件事 那他們就又收買了假聲言者 來這個對尼西米說一些話 目的是為了要讓尼西米懼怕 因為希望他這個因為害怕就做錯事 做錯事就可以找到小辮子可以控告他 但是感謝主啊 尼西米都沒有這個陷入他們的軌跡 這個是籌敵進一步的破壞 那到了以路月呢 這個城牆就修造完成 總共花了52天就把城牆修造完 當城牆修造完之後啊 這個四圍的外邦人他們就懼怕 感謝主啊 因為在耶路撒冷跡有了城牆 有了分別有了保護 再來呢7月初一日 百姓就聚集到水門那裡 這個以斯拉就念律法書給眾人聽 眾民因為書上的話就哭了 那在這裡應該是第二十一年 因為這個前面在講到年份的時候 用的是名利都講到第二十年 那這個到了這節的八章三節的記載呢 根據後面的八章十四節還有十八節 說到要守住彭節 所以這個地方開始這個描述的方式 就是用這個勝利的七月就是名利的一月 因此它應該算到隔年就是第二十一年的這個七月初一 百姓聚集他們聽律法書上的話 那也照著律法書上所寫的恢復了祝彭節 在七月的二十四日以色列他們也認罪 並且重新的和神立約 然後尼西米也將國重新改組 這個恢復祭司還有立位人的侍奉 接著呢尼西米基的後面就跳到了第三十二年 雅達學習作王的三十二年 這跟上面也是相差了這個十一年之久 那這裡就記載這個尼西米他清理並且恢復這個百姓中間的光景 因為百姓在這十一年間他們宴棄這個神的殿 他們回去就只顧到他們自己的生活 連立位人都不顧服事 所以呢尼西米他就這個帶領並且要求百姓們要重新獻上十分之一 並且派定祭司和立位人來恢復他們的職份 他們在那裡這個他們的職守 那這個記載呢就同時跟馬拉基書就相符合 這個馬拉基書前面的年代我們如果讀恢復本聖經的綱藥就會說 馬拉基書他禁職的時候就是在尼西米基的那個時代 那所以馬拉基書三章時節 萬君之一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要將那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良 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 請服於你們甚至無數可容 所以這個最後一卷小聖言者書 馬拉基書他就是在尼西米 在這裡帶領一些治理百姓的時候 他在那裡聖言 好那這個就是歷史書的最後三卷 還有小聖言者書的最後三卷 這個的時代背景 這樣聽完丁子妹應該會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那關於這段的背景呢 這個我們可以記幾個數字 就是33456 這段歷史的描述 有三次的歸回 三種職份 四個重點 五個步驟 還有六個需要 那關於這兩個三 三次的歸回 第一次由索羅巴伯帶領 這是記載在以斯拉記的二章 然後第二次是由以斯拉帶領 這在七章 第三次是尼西米帶領 是在尼西米記的二章 所以有三次的歸回 那在這個歸回的過程中 神就使用的就是以色列人中間的三種職份 那這個關於這三個職份 它記在以斯拉記的五章一節的注意 你們就說到哪三種呢 就是祭司、君王還有聖言者 這個祭司他們把神的百姓的光景帶到神面前 他們等候神的說話 然後將神所給他們的決斷還有指示 傳給君王 那君王要做什麼呢 君王就需要照著神的決斷還有指示 把這些神的指示付諸實行下去 但是祭司跟君王這兩個職份衰弱的時候 聖言者的職份就要進來 他要接著他們說話來加強 並且輔助祭司的職份跟君王的職份 所以在以色列人重建神殿停工那一段 我們剛剛就看到 這個哈蓋跟撒加利亞他們就起來說話 就加強祭司的職份就是約束亞 還有加強君王的職份跟索羅巴伯 聖言者的職份就在這個時候就發揮他的功用 所以有三次的被魯歸回 然後呢有三種職份 那有四個重點 這四個重點是記在以色拉記的一章一節的注意 第一個就是恢復神呼召的定旨 使他們按律法成為神在地上的見證 第二個呢 恢復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獨一立場上的一 第三 恢復以色列人對神所應許之美帝的享受 然後第四呢 使神得以實現他的意願 就是藉著以色列人有份於並享受美帝 就在撒旦所串奪的地上能夠建造神的殿 並且建立他的國 為要完成他永遠的經倫 再來五個步驟 就是激動 stir up 起來 rise up 上去 go up 帶上 bring up 建造還有build up 這五個up 這個在以色拉記裡面 這個有說到 然後最後的六個需要 就是以色列人他們需要歸回 他們歸回之後更需要有捷徑 教育 重構 因為他們身在巴比倫 所以他們裡面的構成都是巴比倫 所以他們就需要藉著這個 以色拉 來向他們念律法書 使他們藉著神的話能夠得著捷徑 教育還有重新的構成 再來 尼西米呢 他建造修造耶路撒人的城牆 就帶進了後面的有分別 有保護還有彰顯 所以呢 我們來進到這段的歷史背景 我們可以把這幾個數字記一下 33456 有三次的歸回 藉著三個職份 其中包含了四個重點 經過五個步驟 還有看見以色列的百姓 以色列人他們有六個需要 感謝主 這個就是以色列人他們被魯 還有被魯歸回的時代的背景 盼望這個弟兄姊妹 藉著更多了解這個背景 在要來的冬季訓練進入的時候 就更能夠得著從主那裡的說話 還有從一些樹林的啟示 好 我就分享到這裡